孙岳病情好转!成功白熟气管插管! 孙岳病情好转!图翻设字脸书! 2018年4月19日 87岁资深艺人孙岳 3月因胆囊结石发炎 导致肺部感染住进台大医院 9日传出病情恶化 已经插冠入住家库病房 10日更传出败血症 今19日首次传出好消息 孙岳家人透过董事基金会烟害防止中心脸书 透露病况暂时稳定 成功拔除气管插管 好友李明依文迅也开心祝福 孙岳家人写下 感谢上帝的保守 以及各界对孙叔叔的关心 孙叔叔已经顺利完成 胆管内试镜手术 也于今天中午成功拔除气管插管 目前病况暂时稳定 仍需要持续治疗 非常非常感谢台大医院医疗团队的专业 与细心照顾 及大家为孙叔叔的带导与集气 孙叔叔的家人敬上 自理行间充满欣喜之意 李明依文迅表示 当然开心 感谢主 孙叔叔越来越好 我们持续祷告守望 直到孙叔叔完全康复 大家似乎都为这好消息 感到开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